那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这个叫做EPCAD的这个软体 来进行这个数位Vernier的设计 那打开之后如果它不是繁体中文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选择 那首先我们这边选这个建立工单 然后点左上角这个格子 那在这边去找到你自己的一个scan的一个档案 那我们这边用这个许医师还有黄医师的 把两个框起来作为示范 那选起来之后它这边通常是会有这个自动侦测 Lower跟Upper 那如果不对了可以在这边给它选一下 那这边我们选这个一般牙桥里面的这个贴片 那首先点选11点贴片 然后再选21点贴片 那这样子就OK就可以进去了 那通常loading会需要等一阵子 那接下来在这个view的时候 我们要去调整它的这个上下额的arch 去让它fit这个牙公的位置 还有它的一个咬合平面要是平的这样子 那这边在调整这个就是可以用滑鼠滚轮 去调整这个牙齿预设的一个大小 让差不多所有的牙齿包在这个里面 那有一些不平的地方点旁边那个点稍微做一个调整 把牙齿咬合平面的位置摆好 然后arch的方向也摆好 这样对后续设计会有帮助 那这边它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这边我们今天没有要去做模型的编修 那我们就直接下一步 那它这边有一个自动侦测这个牙齿线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这边直接放在这个 1-1的这个Cirical的这个margin给它点下去 那点下去它就自动生成了 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我们那个 爬头赛的这个bug join的地方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一个一个调整的话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这边重来一次 它既然这个地方会错 我们就直接去点那个它会错的地方 直接让它那边变成margin 那这边我们一样看这个切面的图 点在这个地方 那它没有跑出来为什么 因为它认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再多给它一个点 在这个Cirical的地方 再点一下它就出来了 那基本上你大概大致上看一下 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理想的牙齦线 就是理想的一个你的venire的margin 所以它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细节 可以才去做微调 特别是content area的地方 那你这边在点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旁边有个切面给你去做检视 那那个红红的先不要理它 我们这边先调整一下这个 你的venire的一个margin的部分有没有正确 那那个红红的我们要去调整它的一个带入的方向 因为我们是venire 所以其实可以直接从barcode的方向带入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调一个地方 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会有undercut 然后点这个设定视角为带入方向 那就可以下一步了 那接下来再看这个21 那一样我们要再帮21画这个restoration的一个margin 好一样在这里再点一下 它没有认出来没关系 我们在cervical的地方再点一下 好那大致上也是差不多 那这边它有因为两个你scan的时候它连在一起 好所以你这个要调整 调整让它不会整个连在一起这样 好那其他去检视一下margin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scan的时候 最好牙齿分开 或者是说你至少scan完之后 你要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找到它的margin在哪里 就算牙齿粘在一起 你也要有办法找到margin在哪里 好要不然就是要再prepare 或者是要重新scan 这样 好那一样它会显示出这个红红的undercut 那一样我们重新设定一下带入方向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两颗牙齿的带入方向 好那它最后还会再用你设计一次带入方向 不过因为刚刚选过了所以还好 好那它可以同组设定或者是单个设定 那我们已经两颗牙齿有分开设定了 好那基本上红尼尔可以从buckle直接贴下去 所以undercut基本上是不会有的 那这边我们在设定我选pmma 那在最小厚度这个地方 好我们把它改成0.3 把它改成0.3 好然后下一步 然后这边一样21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同样的设定那下一步 那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个 它大概排的牙齿的方向给你 好那因为它基本上它这个放进去的方向是由带入取出方向决定的 好所以这个它的放的位置就不太正确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点调整 那这个牙齿的周围有很多的小圆圈 好那像现在这个点的这个是浅蓝色的 好这个是可以做旋转 好然后另外一颗也是旋转 那点它直接点那个方块的地方就是可以做平易 好那记得这边就是最上面这个可以去做切换视角 好那视角在切换的时候基本上 你在不同的视角就是在buckle side跟parato side 好各去做一次大概的排列之后 就先就你不用期待说你要在一个视角里面把它排到完美 排到perfect 好那你可以在不同的视角先大概做调整 然后再切到另外一个视角再做微调 那重复大概两到三次之后 它的方向它的位置就会比较接近 那这个跟WhatsApp一样 只是说它是数位的 那你在做的时候 像这个点这个橘色的可以去把它拉长一点 可以去调整去把它extend一下 好那调整它的方向 那你在调整的时候每一个view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点调整一点 然后再切到buckle side 主要做固定的话是看buckle side跟inside sewage的方向 两个方向去做一个切换 然后其他方向调完 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方向跑掉一点 那你就再调 再调慢慢调慢慢调 然后它就会到该有的定位 那这边可以让sunder的模型稍微变半透明 那你在调整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那像这样 拉长一点拉 然后胖一点 然后瘦一点 每一个角度都去做微调 再旋转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有比较出具雏形了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体上大部分的地方把它margin把它覆盖住 那这个因为在buckle side的地方 它的牙齿形态 跟原本的一个我们预设的一个牙齿形态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编辑它那个凹下去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理它 等一下再去做编辑 我们先把buckle side 然后还有两个contact的地方 都把它调整好 那这个 parato side的这个under under一点的地方 这个我们最后再去做调整 那这边切到buckle side做一个检查 我们可以把下额弄出来 或者是把上额弄半透明 然后这边都可以调 它可以让它变成半透明或者是变成完全透明 那如果灵牙挡到你也是最下面的那个也是可以调灵牙的透明度 那我们这边做微调 那这边点一下的话它灵牙就会变得半透明 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调整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你没有办法拉到的点啊 就是在半透明的情况底下 就可以让它可以拉这样 那各个方向去检视一下 那大概看一下这样子如果ok的话 我们就是往下一步去走 那我们这边使用这个增加材料 增加材料 这边下面选7 然后强度尺寸把它调到大概3 然后强度先维持这样 那这个在parato margin凹下去的地方 这边我们就把它点下去 然后把它把它补足 补到接近这个parato的这个margin的地方 那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这个 你的排牙的时候排的牙齿 可以稍微超过你的margin 稍微超过 不要under 那当然最后我们还会有个动作 让它直接fit在你的margin上面 那这边一样我们 恶意的部分 不足的地方 我们把它增加一下变形 就是把它增加材料 把它弄出来 那不用很担心 它如果不平怎么办 不平的话 就是等一下可以用这个平顺化的工具 这个平顺化的工具 然后把它平顺一点 那这边我觉得不行 就给它上一步 那这边增加材料 继续 像那个特别突的地方没有关系 那个我们等一下会处理 那特别突突出来 或怎样 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工具 那这边平顺化 把它顺一下这样 特别突的地方把它顺一下 那差不多七八成 这样子其实OK 就差不多 我们就回到这个牙罐 选择这个连接牙银线 就是它会自动让它的 你的牙齿直接fit到你的margin上面 对 这边给它点下去 那这边就会看到 它直接黏到你的牙银线上 那如果你觉得做的不好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牙罐资料库 你这边给它选不同的牙罐资料库 然后给它 这边好像这个 不同的年轻的啦 老的啦 牙罐资料库 如果你觉得你做的已经乱七八糟 要重来 到这个牙罐资料处重点一下 你就可以回到本来的样子 那我们这边 我们不希望它变 我们就回到上一步 那 大体上我们这样子 已经大概完成了八成左右 那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 特别凹 就是 像这个contact的地方 有点凹下去 那这个地方 我们再做一点切换 再去做检视 那这边 我们fit完牙银线 我们还可以再去做平顺化 那他的fit完牙银线 它就会黏在牙银线上 所以你在做任何其他的动作 你都不用担心 你的牙银线会跑掉 这边 就再让它凸出来一点 凸出来一点 把它觉得太凹的地方 把它弄凸一点 然后那个有凹进去的地方 那个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用smooth 让它比较平顺就可以了 你都可以去加 然后这边我们再去用平顺化 觉得尺寸太大 把它弄小一点 让它fit到那个地方 你不用担心 你点到你的牙银线 它就是 最边缘margin的地方 它就是会黏在margin上面 它就会黏在margin上面 你再去点它也不会理你 就是 最边缘它一定是fit在margin上面 那这边还有点凹 我们再做一点调整 然后把它凸出来 好 那我们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就 这边它有一些功能 我们这边就算你不点 你只是继续 就是像这边是自动的这个 咬合对调整 那因为它对咬牙 应该是没有碰到 所以没有用 那也会有一个自动的零牙 它会去调整content的地方 然后最小厚度调整 也是给它点一下 那你下一步 那如果它还有一些问题 它觉得不对 它就会自动修正 它就会跟你自动修正 特别凹的地方 不够 不够厚的地方 那这样子 点完之后 基本上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那 可以把下额弄透明 去检视一下 各个margin 有没有合理 有没有太凹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太凹都不行了 你要让它凸出来 可以凸不能凹 因为凸了 你临床上可以修 那凹了 临床上没有办法夹 那这边按下一步 那如果它还有问题 你再按yes 那它就会去修正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用的就是 那个让它 就是把它的模型输出出来 输出出来 那这边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 那它那个Sementation的那个Tissue Service 是不是好 那我这边点这个加工模型输出 然后它就会跳出来 那这边就是 我们要拿去加工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 然后看一下它在 另外的软体里面的一个形态 像这样子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就是今天教学的内容 那谢谢各位